張曉明也講到佔中 他提出了堅決反對佔中 認為會嫁壞小朋友 後患無窮 你自己又怎麼看呢 人民力量現在還在研究佔中 我們正式支持還是不支持 因為我們要視乎佔中是否有挑戰性 和能夠做到公民抗命 和癱瘓中環這個目的 因為你佔中而不癱瘓中環的話 你的佔中是形同虛設的 所以我們的立場是更加激 但是癱瘓中環不是一定要武力的 你好像參加我們今年1月1日的民主自由行 你有救人的出街周圍走的 整個中環 整個地鐵都癱瘓了 所以佔中如果是能夠 對這個當權者是有實質意義的挑戰的 還有要讓他們知道 如果你不接受香港人的意見 提供這個雙普選的話 這個佔中不是一天的 不只是7月1日7月2日 是隨時可以發生的 我們都贊成我們不會有流血 也不會跟警方有直接衝突 好像我們今年1月1日那樣 你警方封那條路 我們就走旁邊 整個中環這麼大 香港的警權不可以禁止我走街 所以佔中的策略是很重要的 人民力量是支持佔中的原意 就是透過佔中表達人民的訴求 但是佔中一定要成為一個有力的武器 不可以就這樣坐在那裡 到時又不了了之自由散去 所以戴耀廷最早說的佔中的時候 我們是全力支持他的精神的 但是其後發展就溝淡了 比其他民主派人士